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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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观世音菩萨 很多很多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念《高王经》的时候啊 就有念到这个 十方观世音 一切诸菩萨 十方观世音也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观世音菩萨 十方的意思就是上方 下方跟八方 八方加起来刚好是十方 那么上方呢 是五指尽的 下方也是五指尽的 八方可以讲起来也是五指尽的 所以称为十方 十方观世音 我们又常常念到这个高王观世音里面有所谓大明观世音啊 高明观世音啊 另外还有两个 啊? 大明观世音 高明观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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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明观世音 我念台语比较快 我就记得住 念国语就记不住 单单单 你看嘛 那个高王观世音里面就提到的观世音菩萨 四个观世音菩萨 那其他的观世音菩萨还多了 那数不清的 数不清的 其实马头明王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八倍的大黑天吧 白这个白色的大黑天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很明王跟这个父宝 也有很多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还有另外还有这个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神 包括很多的神明 也有很多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有很多种的化身 化现 你看那个四倍观音 在西藏 他就化为四倍观音 四个手倍 那么两个手呢 是拿着摩尼珠 摩尼珠就是如意的 如意宝 可以变化无穷的 那一只手呢 他是拿着念珠 一只手是拿着 持着莲花 持着莲花 那他有四倍 所以称为四倍观音 那么他的咒语呢 就是奥马尼珍尼珠 那你还有化为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 那就更崇高了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有千只手千只眼 那我们人如果有千手千眼 那就方便得多了 这个世尊写文章不用那么辛苦 一千只手一起写的话 一开始写就一千个字了 那不得了 千手千眼 千只眼睛啊 你看到哪里 哪里都看得到 这个手掌心当中有眼的 那么利度母跟白度母 也是观世音菩萨发现的 观世音菩萨慈悲众生的时候啊 就留下了两滴眼泪 那一滴眼泪呢 就化为利度母 一滴眼泪啊 就化为白度母 那么利度母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白度母 它本身的那个 这个 它又叫做七眼佛母 七眼佛母 它有七个眼睛 这个眉心有一个眼睛 那个两个手上有两个眼睛 两个脚下有两个眼睛 那就是五个眼睛啊 另外还有我们正常的两个眼睛 就是七眼 我们称为七眼佛母 你看到那个 那个像里面有 有七眼的 那就是白度母 它是主长寿 长寿跟智慧的 白度母是主长寿 跟智慧 另外还有这个吉祥的 还有很多的这个 有白度母 另外还有白衣观音 还有白衣观音 那个还有十一面观音 为什么称为十一面观音呢 其实十一面观音也称为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也等于是佛 因为等于是说在佛本身来 在菩萨本身来讲 有十地 十地 那么十一面观音 它就有十一个头 它有十一个面孔 十一个面孔 就是叫做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观音立起来的话 就代表十一地 十一地 菩萨有十地 那么十一面就代表十一地 那么第十地 就叫等觉 第十一地 就叫妙觉 那既然到妙觉 就等于是佛了 所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等于是佛 那十一面观音 也等于是佛 另外还有准提观音 准提菩萨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有十八只手 十八只手 准提菩萨 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马头明王 天人丈夫 都属于观世音菩萨 还有宜兰观音 宜兰观音 师面观音 很多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可见他的这个救度众生 闻生救苦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 好 你看此 养信 养信 你 maybe